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我们为你掌握最新的消息 因为我们要连线只能透过SNG和摄影 但是现在你再也不需要摄影团队了 因为你自己就可以自拍直播给群组的朋友 即时通讯全新功能不过想使用要先更新 而且限定手机和平板能用桌机板还不行 即时通讯不但要抢行动通讯 包括语音电话视讯通话 现在还跨足直播市场 只要拿起手机就能在参与的群组中开启直播 前后两位都是直播 但用脸书和用LINE还是有点不同 只要是粉丝或好友脸书直播人数没有上线 属于开放式直播 而且影片可以储存 但画质经过压缩较差 LINE直播群组人数再多最多500人 但目前只有200人能同时看到 属于封闭型影片关掉就看不到了 不过画质较佳 LINE在直播上面来讲 它是透过手机部分来讲可以直接去做观看动作 但是它在电脑版的LINE的软体上面就没办法了 版观脸书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脸书它的同时间它在配的也好 手机也好 或是电脑版的一个媒介也好 它都可以做直播上面的一个观伤 通讯软体功能再进化 商机再延伸 让你不只讲电话 还能犹如生理奇境般 多人一起观看直播 动则新闻五书中留言在台湾道